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之篮,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3月8日,NBA常规赛继续进行,胡人主场迎战荒雄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胡人有重要意义,就是中场休息时刻 胡人将退役加索尔的球衣,加索尔曾和科比一起 在09年和10年帮助胡人拿到两座总冠军奖杯 2018年科比就曾说,加索尔的球衣一定会挂在自己球衣旁边 期待加索尔在球衣退役仪式上的演讲 如今科比已经离开人世,加索尔对于科比一双瓦尼莎以及几个女儿非常照顾 经常带着孩子一起出去游玩 这种兄弟精打,是没办法用其他任何东西衡量的 胡人此前战绩为31胜34负,排名西部第10 西部复加赛竞争尤为激烈 提呼31胜34负,雷霆31胜34负,开拓者31胜34负,绝世31胜35负 胡人被加在中间 今天的比赛,拉塞尔继续因脚踝伤势缺席 这是他连续缺席的第6场比赛 不过好消息在于,他的出战状态已经升级为赛前决定 拉塞尔大概率在未来两场内回归 而胡人官方宣布,詹姆斯本场比赛不在现场 由于医疗原因,他或准可以不参加今天的球队活动 与此同时,布朗尼所在的塞拉加谷高中分区决赛正在进行中 而回兄这边莫兰特继续被禁赛 联盟还没有准确地关于惩罚莫兰特行为的结论 回兄百出的首发为 琼斯加贝恩加布鲁克斯加贾伦杰克逊加蒂尔曼 胡人的首发为 施罗德加比斯利加特罗伊布朗加范德比尔特加戴维斯 四外班外也因脚踝伤势休战 开局两队都试图从外线打开手感 施罗德助攻比斯利命中三分球 布鲁克斯回应三分 回兄依靠反击率先占据主动权 农眉则展现极强的侵略性 强攻迪尔曼上篮打击 施罗德三分打铁后 农眉暴力不扣 胡人小配合打得不错 在李富斯上场后 农眉如鱼得水 回兄则依靠阿尔达玛和贾伦杰克逊的三分球回应 中断农眉连续强攻上篮打击 三分球空心入网 杰蒙阿尔达玛连拿五分帮助灰熊止血 第一节胡人23比21领先灰熊 农眉第一节表现完美 六中五砍下13分9篮板 第二节出段 当农眉不在场时 胡人的踢骨展现出竞争力 加布里埃尔的上篮 沃克的场两分 李富斯的三分球 当回熊长式解慢节奏时 李富斯在推动胡人加速 中断康查尔和琼斯带队打出9-2的高潮 农眉不在 胡人内线防守捉襟见肘 后半段 贾伦杰克逊和布鲁克斯带队 慢慢取得领先优势 跑在八村垒内外开花 节目胡人连续抢断 李富斯和农眉上篮 胡人再度抹平分叉 半场结束时 辉胸57比56领先胡人 农眉半场拿到15分时篮板 贾伦杰克逊18分 第二节中的辉胸落第一巴掌 打到农眉面部 农眉血流不止被迫返回更衣室 而上半场最后时刻 完成风筝后的农眉重新回到球场 下半场开打 布鲁克斯和琼斯带队上分 胡人这边施罗德和布朗摇住比分 胡人全队篮板球一直压制灰熊 就是三分手感比较糟糕 后半段李富斯和布朗连续拿分 胡人反超灰熊 三节打完 胡人82比80领先灰熊 第四节决战 灰熊多点开花 一度领先胡人6分 农眉化身内线巨兽 连拿7分直屑 中段巴村磊连拿4分 施罗德高难度抛头打进 胡人已经反超灰熊 决胜时刻 农眉联合巴村磊和施罗德继续扩大分叉 胡人打出一波10到2的高潮 贝恩和布鲁克斯的大空位 三分都不进 好在贾伦杰克选三分球止血 李富斯继续帮助胡人上分 最后90秒 李富斯助攻布朗轰进三分球 李富斯在最后时刻扮演球队主控 表现太棒了 头脑冷静判断清晰 而且实演很好 最终时间走完 胡人112比103击败灰熊 赢来两连胜 宋灰熊三连败 农眉晋天玉血奋战 在加索尔球一推一的比赛中 带领胡人拿到关键胜利 而李富斯的表现也非常抢眼 胡人的角色球员让人看到了希望 本场之后 胡人生至心不地久 另外勇士这边 即便库里又一次单场投进十七三分球 也避免不了勇士客场128比137数给雷霆遭遇两连败 本场比赛的第二节更是发生了极其微妙和颇受争议的一幕 在勇士发动进攻时 持球推进的普尔被对方防守球员锁死 但他无视高位下顺的格林在发球线的要求 转而把球分给了三分线外的汤普森 起得格林直跺脚 随后汤绳传球失误被对方打反击 格林也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直接在对方半场散步并未退防 单着球来讲 普尔的传球选择的确值得胜却 尤其是传给汤绳的球 后者还失误了 但是格林更应该检讨 毕竟篮球是五个人的团队运动 谁都会有选择不好和失误的时候 但你不退防还在场上抱怨队友这肯定是不对的 不过从整场比赛的结果来看 普尔毫无疑问摇背大锅 33%的投篮命中率外加其中一的三分球 很多空位投篮不进更是极大的打击了球队的士气 并且以替补身份出战了他又一次在场上表现的犹犹豫豫 仅供不自信 方手更是被万人投 也难怪最后五分钟科尔彻底把他按在了板凳上 我们都不清楚去年休赛期已经拿到提前续约大合同的普尔 为何本赛季表现的毫无进步 尤其是在以替补身份出战时 你总会感觉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另外这赛季他关键阶段的致命事物又特别多 这就更加令很多勇士球迷和专家对他颇有微词了 赛季至今 普尔整体的投篮命中率仅有42.7% 三分更是低到32.5% 要知道时常被对方放空的格林本赛季三分命中率也有33% 再加上他场均高达3.2次的失误 也难怪在与雷霆赛后 当看到格林被普尔的传球器的直逗角时 网友们纷纷发声 是不是追梦又在寄具力量和怒气之准备向普尔挥出第二拳了 当然令球迷更不理解的是 面对缺少詹默斯的胡人以及弱旅雷霆时 迎来库里付出的勇士为何会经历两连败 难道真的库里是独流 付出后库里即便进攻端表现不错 但拿与雷霆的这场来讲 他的失误也偏多 但这显然是无稽之谈 没有库里的勇士那就真正变成了一支没有灵魂的队伍 库里本人以及喜爱他的球迷 也都不需要为他辩驳什么 他此前的辉煌成就已经足以说明一切 勇士近期的两连败是很多原因叠加在一起的 一是本赛季勇士客场战绩太过辣眼 在输给雷霆后 他们客场战绩变成了7胜26负 20%出头的客场胜利也就表示 本赛季勇士客场打谁都没谱 7二式勇士的轮转阵容发生了极大改变 由于兰姆与勇士是双向选择合同 在达王和胡仁的比赛后 他就已经达到了出场上线 而定替兰姆角色与库里一通付出的老将一哥达拉表现极其糟糕 上一场面对胡仁一哥二中临近贡献两次助攻 对阵雷霆打击一球却有三次失误 另外由于兰姆不能出战 小江报德温在对阵雷霆的比赛里获得了机会 但上半场在四分钟左右的出场时间内 他盲目自信的三次三分线墙头也打乱了勇士的追分计划 于是科尔将他换下下半场再未给他机会 加上小佩顿和维金斯的缺席 勇士在打课场时的确在佣人上遇到了困难 这也是为何会给到鲍德温和贾格林进入轮转的主要原因 第三点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勇士近期都慢热和轻敌 之前的五连胜期间他们都经历过大比分落后的局面 但主场由球迷为球队加油打气 在课场他们则会被球迷的声浪淹没 而库里的付出也让球队其他球员有了一丝松懈的念头 老大回来了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摸摸鱼了 鱼是乎短暂的松懈 导致的就是课场之旅勇士都是上来就早早的陷入落后的被动局面 因此课场战绩不佳 轮换阵容变动加上普尔伊达替补救迷等诸多因素叠加 勇士的两连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过勇士的球迷也不用太过担心 在剩余的16场常规赛里尽管面对的对手都不弱 但真正在比赛前勇士就被视为弱势的一方也就打熊路 太阳和绝筋的几场 其他比赛虽然对手也很强 但勇士显然是更被看好的一方 再加上最近说的两场 相信作为未免冠军的他们能够及时调整过来 另外至于维基斯和石归来 我相信勇士会给予他极大的理解 毕竟陪伴并未的亲人 在身前静笑也是人之常情 想想看去年嘴沟为总冠军立下的汉马功劳和休赛期 大幅降薪取悦 就更没有理由去质疑他了 当然勇士还是要尽量避免去打附加赛 目前来看能够排在西部第六是不错的选择 这让他们可以在首轮极打概率避开强敌太阳 同时也能保证不去打附加赛 不过现在他们也没有精力去向这些 努力赢下之后的每一场比赛 才是他们目前需要去做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